- 乃尔夫福袋 - 全家福袋 - 7 福袋 - 開箱 嘿 我是 Ryan 今天我們來開箱超商福袋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這些福袋應該已經在超商都買不到 可能已經買不到 有點像這個 7 就蠻難買的 然後還有全家的 我家附近的人也都沒有 然後我以前是從來沒有買過這種 超商福袋的人 因為我覺得超商福袋裡面的東西可能都是 都是一些什麼零食餅乾啊 飲料 然後就還好 所以我乾脆去超商就自己去買一些我自己想要吃的零食 然後買一買吃一吃就好 就不用買這種福袋 但是福袋它有一個吸引的地方就是它有抽獎 每年都會用一些噱頭就是抽什麼百萬汽車 然後讓你去買這個福袋 然後以前啊我一直以為說福袋很好買 好不好結果不是 福袋真的超難買的 因為我原本想買4家的超商 一個是全家嘛然後7跟來爾夫 然後OK的呢我想說應該OK便利商店的福袋 沒有什麼人買結果好不好 我跑了我家裡附近的5間OK 全部都賣完了一個都買不到 福袋的價錢呢就最便宜大概是 OK的就是100塊嘛 然後像這個是來爾夫呢 來爾夫就是168塊滿便宜的 然後全家的福袋有分三種 一個就是這個199基本款好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588跟野獸國聯名的一個福袋 然後裡面有一些什麼公仔啊 然後我家附近的都賣完了 所以也買不到 然後另一個是羅技的福袋 它是799 那一開始我原本最想買的就是那個 799的跟588的福袋 但是後來我在網上看人家開箱 他說羅技的那個福袋好不好 就是有點不夠有誠意 就是裡面都是一些 反正就是一些可能是一些輕褲子的東西 就是人家打開就是有點小失望 CP值好像不高 沒有符合那個福袋的價值 所以後來我總買了這個就是199這個福袋 然後另外我要講一個就是 這是7的福袋好不好 我唯一搶到的一個7的福袋 那7的福袋有分三種 一個是這個是299跟399跟999 那299就是Halokiki跟什麼 角落生物的一個聯名的一個袋子 然後399就是米奇的一個提袋欄 然後999它是一個像是收納盒液 我不知道那是怎麼講 它就是一個收納盒 然後可以當椅子座 然後你可以放東西 然後那個是999 但是我要講一下7的這個 這一次的福袋 因為福袋不是正常說是在門司賣嗎 但是它是用預購的 那我第一天就是1月26號的時候 它有開放就是open point 它那個會員可以去預購嘛 我後來登錄那個系統要預購的時候 發現一登錄 時間一到一登錄 那個系統直接就是當機 就是完全就點不到也買不到 然後後來就是我後來去問店員 店員說就是隔一天就是 他們在門司會做販售 然後也有預購 然後我去門司的時候 然後那店員說他們也拉不到貨 所以完全都沒有 然後這個是我好不好求來的 就是我問他說可不可以就是施捨一個給我 然後他就後來他有給我一個這個是haokiki 原本是想要角落生物 其實角落生物跟haokiki我都沒有很喜歡 那兩個的話我可能會比較想要就是角落生物 但是因為也沒得選 所以我後來就是買一個這個好不好 就是299的福袋 然後我們來開箱裡面到底有啥東西 今天我們先來開這個168 這個lire food的福袋好不好 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開這就是有點 唉唷 看起來好像開過的感覺喔 應該不是吧 裡面有一包這個 樂士的洋芋片 然後裡面好像滿多 欸裡面騎滿多東西的 然後一包這個衛生紙 很重要的衛生紙 他知道宅男都需要衛生紙 所以他裡面特別附了一包衛生紙 還不錯 變魔術啊 它有那個張君雅的那個點心麵 然後有1 2 3 4 5 五包五種口味 目前開到現在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 口香糖 然後沒了 剩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伊藤圓的這個麥茶 好麥茶 裡面就沒了 空了 沒了 沒了 就這樣 然後裡面這裡就是抽獎券 最後我們再來刮刮看這裡面 到底有抽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來開這個 全家199福袋 看一下裡面到底啥東西 這就封得滿急 滿難開的欸 欸 感覺好像不錯欸 我覺得全家的好像還不錯欸 第一個這個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萬聖節糖果束口袋 好這個 這應該是什麼 之前可能擋期的一些庫存貨 賣不出去啊 不然裡面還蠻可愛的 欸 品客欸 還不錯欸 然後 欸我覺得它裡面的東西很多 然後這個 一包乖乖 也不錯 然後呢 一包這個 多利多汁 唉唷 蠻多東西的喔 還不錯喔 然後還有一個 蒜 蒜龍花生 這個是什麼 配啤酒了是不是 蒜龍花生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國藝比菲多 益生菌軟糖 有一包軟糖的裡面 然後裡面 一樣也是一名一料 中瓜茶 欸其實我蠻喜歡喝中瓜茶的 還不錯喔 所以裡面的食物就是這樣 但是我看 它這個組合其實蠻多的 所以裡面有不同種類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有人開過 裡面還有也有泡麵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有泡麵那個不錯 然後它裡面就沒了 就空了 然後它的抽獎是定在這上面 要撕開才看得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這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抽到什麼大獎 這個就是全家的福袋 199 我覺得這個 買這個呢 是我覺得還算OK 像目前看起來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 好那我們就換下一個 最後一個是這個 7的福袋 那7的福袋 我之後買到這個 HELLO KIKI MIAO 的一個福袋 它的福袋就不是用紅色的那種袋子 它就是直接透明 然後你用這個 袋子 手提袋子 這就是福袋的袋子 其實是蠻大的 你看 可以拿來提一些東西 雖然我應該 是不會用這個袋子去提東西 它這邊有個扣子 它扣子是磁吸的 磁吸的扣子 還不錯耶 以這299這個袋子來說的話 這個 這個袋子我覺得應該就有 大概100多塊的價值 還不錯 這袋子 然後這就是福袋 裡面的內容 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 烤東西 應該是沒什麼烤東西 好 第一個 萬丹紅豆水 有兩瓶飲料 為什麼裡面會有兩瓶飲料 然後一個 冰鎮的大人系寧茶 應該是什麼 檸檬紅茶之類的 然後呢 哇 裡面超少東西的 這也有點小吃 然後裡面有這個 有一個 蚵仔煎 蚵仔煎 這還不錯 蠻喜歡吃這個 然後一樣 口香糖 又是口香糖 然後呢 這個 Oreal 這麼小的一個Oreal 超小的這個 小包的Oreal 然後這一個 因為像薄荷糖之類的吧 薄荷糖 也是一樣 Hello Kiki喵的一個 筆記本 筆記本 粉紅色的喔 然後呢 最後呢就是 喔唷 沒東西啊 最後這個就是 抽獎券啊 299 399 跟999 的福袋的每個獎項的頭獎啊 都不一樣 然後我這個299的這個頭獎 是這個 哈雷那個這個 Davison's Poster Iron的這個 摩托車啊 這個 重機 然後2獎是一個 華南銀行的刷卡金 三獎是一個 台北W飯店 奇妙客房 啊 有多奇妙 還蠻想住看看 有多奇妙 以這個福袋裡面的內容物來說呢 我覺得還算還好 因為 我覺得他的 除了這個299的錢啊 應該都拿去做這個袋子 所以這個袋子應該是本體啊 就是這個福袋的本體 比較重要的東西 臨時的部分 我就覺得還好 就是蠻一般的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 這幾個東西 就是袋子 然後跟自己基本的這個 紅包袋 是比較吸引的 但是 其他呢 吃東西 感覺就還好 好 所以這就是Seven的福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些抽獎 我們來抽看看 到底可不可以抽到什麼好東西 好 這就是 三間超商的一個福袋開箱 然後 我覺得Live168 裡面內容物算還不錯 然後第二個是全家的福袋 全家福袋是199 然後199裡面還有一個飲料 然後跟一貫品客 有兩包洋芋片 然後還有一些軟糖啊 相對起來它的 我覺得它CP值是算 比較高一點點吧 因為它199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Seven的福袋 那Seven福袋是299 但是我覺得299 它的裡面內容 說實在我覺得是還好 我覺得沒什麼好東西 但是我覺得 它這一個 就是紅包袋 跟這一個 筆記本 然後還有這一個 袋子呢 就是 已經算是這個福袋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東西 它裡面的一些零食就是附贈 會買這個福袋的人 應該都是想要這個Halo Kiki Miao 或是這個 角落生物的一些人吧 像如果像 假如說我是不喜歡Halo Kiki Miao 然後跟這個 角落生物的話 我沒有拍這支開箱 我根本不會去買這個福袋 所以 如果是喜歡的人 我應該會覺得這個很超值 因為這台299 我覺得超常這些他們 就還滿好的 因為 它是不管你有沒有抽到 就是它至少有給你很多這個優惠券 像最常用的就是這些什麼 咖啡啊 跟茶飲 然後飲料這些 很多買一送一跟第二杯搬家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省量買多錢 所以我覺得 就算這底下這個抽獎 沒抽到的話 就是上面這個優惠券就是 也不超所值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7VEN的這個 299的福袋也是 滿有誠意的 CP值也算滿高的 現在過年快要到了 所以慢慢很多廠商 跟一些什麼 就是同路會出現很多福袋 然後之後呢 如果我再看到其他的福袋呢 我會再把它買回來 開箱給你們看 好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有買這些福袋的人 就希望你們可以中大獎 老實樂安全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著我的IG跟Facebook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看明天還是要買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 記得訂閱喔